大家好,我是Robin 这一节课我们继续学习一下Android的层次分析 从顶层到底层这一课程 上一节课呢,我们学习了一下Android Hale的一个概述 我们知道呢,安卓它通过设计了一个Hale 也就是硬件抽象层,成功的把Failwork和Lux的内核给隔离开来 同时呢,统一了硬件的一个机构 而且呢,它通过硬件抽象层解决了我们硬件厂商和开源 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存在很久的一个矛盾 那我们这节课就来看一下Android 也就是Google它定义的硬件抽象层的一个基本的框架 我们在看它这个框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 在Android里面起着这么重要意义的一个硬件抽象层 它的架构竟然是简单的,让我们难以相信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它到底有多么的简单 还有也就是硬件抽象层 它的代码呢,是会在我们安卓原码里面 子墓录下面的一个Hardware Hardware下面有两个,一个LiveHardware 一个LiveHardware Legacy 这个呢,是之前的一个旧的架构,已经被废弃的 这里呢,是我们现在采用的一个新的架构 进去,我发现有这么些内容 一个include,第二个module 第三个test,还有一个Hardware.c 这个test呢,我们看名字也知道是一些测试的文件 所以说,我们可以不用理它 这个module呢,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个module,它里边有个Vitme 我们看一下,它告诉我们什么 这里呢,是一些默认的Hale模块 然后呢,这个Hardware这个库 最终,应该是只包括一个Hale的一个提前器 也就是只包含Hardware.c这个文件 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最终,它编辑生成的LiveHardware.so 这个动态连接库呢,只包含Hardware.c这个文件 不会去包含这个,这里边的一些内容 而且,像我们再进到一个Audio音频相关的 继续它的一个5年Mixfire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相应的说明 好,我们看一下这里 这是个音频的一个默认的HaleModule 它呢,只会在当我们没有给出一个特定 实现的情况下呢,才会被加载 而且他也说了,这里呢,只是一个stop stop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翻译过来就是 承根装,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一个装程序 什么意思呢?就是stop 它会去实现一些我们定义的好的一个接口 但是它的这些实现呢,只是会去做一些空的操作 并没有去做实际的一个实现 好,那我们大体上也知道 这块呢,其实是不会被用到的 只是在我们如果没有提供出来这些模块的一个具体实现的情况下呢 它会被当作一个默认的实现被加载到系统里面 那最后就只剩下include include的下面呢,只是一些头文件 这些头文件呢,我们知道 在这个目标下面,它只有一个hardware.zip 最终会被编译到这个livehardware.fo 在动作链接库里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它的makefair,也会发现 它的原文件确实只有一个hardware.c 那我们看hardware.c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它只包含了一个 hardware下面的hardware.hq这个头文件 那我们就知道了,在include hardware下面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头文件 好,那我们就看一下它这个里面 都定义了一些什么 最终我们会发现呢 好,看一下这个 在hardware.hq里面 它是定义了三个解构体 一个HWModuleT 一个HWDeviceT 一个HWModuleMethodT 这个T呢,只是一个命名的一个习惯而已 说明是用TypeDefine C语言里面的这个空间字给 给定义的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hardware.moduleT 这里有一个说明 每一个用键模块呢,都必须有一个 数据结构 叫做HWModuleInfoSymbol 是用这个名字命名的一个 hardware.module 然后呢 它的这个 这个 预计里面的 开始的一个值呢,必须是 hardware.moduleT 然后呢,后面会 可以跟一些啊,模块 特定的一些信息 这个 hardware DeviceT 它里的说明呢 就是每一个 设备的 数据结构呢 也是必须以这个 HWDeviceT 开头 然后呢,后面可以跟一些 模块特定的一些 函数和数字 什么意思呢 我们 知道 它这个下面呢 还包含了很多 这种 像 Audio.h la Bluetist.h 等等 还有 IFC.h 我们看到 这里边 其他的同样里面呢 也会去相应的 声明一些 结构体 这些结构体呢 就是基于 hardware.hg 里边的 HW.moduleT 和HW.ust 给扩充 来的 在扩充的时候呢 他们 每 他们的第一个 成员分量 相应的 如果基于 hardware.moduleT 去扩充 第一个成员分量 必须是 hardware.moduleT 如果基于 hardware.device.t 去扩充 它的第一个成员分量 必须是 hardware.device.t 然后呢 后面 它可以去跟一些 这里是 模块特定的函数 和一些属性 这里 也可以跟一下 模块特定的一些信息 那由此 我们就可以看出 在 安卓它的 pile里面 它就是 把硬件 抽象成了 两个 struct 也就是两个结构体 一个 hardware.module 一个 hardware.device 那 这个 hardware.module method 是什么呢 它里面 只是 工装了一个 open 函数 它呢 就是用于 打开一个套进的device 也就是 通过 hardware.module 里面的这个 open 可以去打开一个 相应的 hardware.device 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安卓的 HL 也就是硬件抽象层 有着这么重要一个 意义的 一个 模块 它的架构 就是 就这么简单 那下面的这些 是什么情况呢 Camera module Audio module iFC module 我们在 Android HL 概述里面 讲过 HL 它的一些 会有一些 像常用的一些组件 像 Audio Camera Botis DIM等等 针对这些 还有的组件呢 那注意的 也就是 Google 配演 会事先给我们 制定了 一些 相应的 module 它呢 就是GW 也就是Hardware module 去扩充的 这些 相应的 也会制定 一些 具体的 Camera Device Audio Device 它呢 也是基于HW Device 去扩充的 同时 在这里边呢 它也制定了一些 具体设备的一个 操作的接口 以我们的Camera Device 它会有一个 CameraDevice Operation 操作 它这里边就定义了 像我们 和API 对应的 什么preview take feature 等等 这些 操作 通过 在这里制定这些 先应件的一个操作 函数呢 就达到了我们 之前所讲的一个 统一了 硬件的一个 接口的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还有一个HW getModule 这个呢 是在Hardware.c 里面定义的一个公共函数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它呢 是 给我们的客户 端去使用 来获取一个 具体的一个 也就是我们Hardware.l module它的一个地址 这个地方呢 我们马上就会去做一个具体的说明 好 那我们测试看一下它的一个基本的架构很简单 它就只有三个结构体 还有一些 还有的厂用的一些组件 去基于 这两个结构体去做一些扩充 而生成一些它的 子的结构体 就是它的一个基本架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运行时候 它这些 也就是我们运行的时候 J的 framework 它和还有的一个交互的过程 它主要呢 有三个动作 第一个 Hardware get module 第二个 open 第三个 就是一些 扣和callback 好 那么看一下第一个 Hardware get module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一个 在Hardware.c里面定义的 一个函数 我们在看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 它是在哪里 从Umark掉过来的 它掉过来的地方 有我们的CAMERA SERVICE 这个无为例 在CAMERA SERVICE里面 它有一个unfrasted read 也就是第一次被引用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里就有一个 Hardware.get module 它掉用了Hardware.get module 好 进到我们的Hardware.c 看一下这个Hardware.get module 它呢 又掉用了一个Hardware.get module by class 上面 Hardware.get module by class 好 我们看一下 自己看出呢 首先定义了一个Hardware.get module t的一个指针 然后这里 根据传进来的 这个inst 我们这里呢 我们知道 这里传的是一个Nav 所以说呢 它会走到这个else分支 调用 调用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主要是自幅串的一个copy 它呢 就是把class id 然后copy到Nav 里面 它最终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 它的一个实例呢 可能就是一个camera 这里呢 只是做了一个自幅串的一个copy 把class id 给复制到了Nav 里面 因为class id 是我们在调用Hardware.get module 时候传进来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的 呃 在camera service里面 调用Hardware.get module 时候传进来一个 CameraHardwareModuleID 这个呢 是一个红定义 是在 camer common.h里面定义的 它是一个search camer 所以说呢 我们就生成了一个 这个name呢 可能对应的 这里就是 一个camera 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 有一个过循环 它是 呃 根据这个配置呢 来查找一个模块 这个函数呢 同样 是吧 后边 这些字幕帅 给 不知道 这个 path 里面 这个 是在前面定义的一个路径 比如说我们的vendor lab hw 内部呢 刚刚我们有点到 它可能 比如说是我们camer service 叫过来的 就是对应的一个camer 这个 crop呢 属性 是通过 这个 这个函数 就是 cropty get 得到了一个属性值 它最终 path呢 举了一个例子 它一个例子呢 就可能就是一个vendor live camer.msm8939.so 这个呢 就是这个属性 通过 读取一个属性值 给复制的 和我们具体的一个平台相关 前面的就是这个路径的名字 这个camer呢 就是这个内幕 最终我们可以得到一个path 就是它的路径 可能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呢 接下来又通过access 来检查一下它是否具有可读的权限 如果 有可读的权限呢 就直接跳出了 如果没有呢 继续往下寻找 这次寻找呢 只是换了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呢 之前是vendor live hw 这个换成了一个system live hw 就是 我们会先在这个路径下面找 相应的一个so库 如果没找到呢 或者是 没有传现 就继续到这个路径下面去找相应的一个库 而且下面还有一个else 分支 就是如果 没找到 camera点什么什么什么 so的话 就会去在这两个路径下面去寻找一个default的一个实现 就是camera点default的这样的一个库 当 在通过这个循环 根据配置 找到了一个对应的一个module呢 这里的module呢 就是说的 这个so 动态连接库 找到之后 接下来我们看到 它会通过 load 这个函数 来 下载这个module 也就是 加载这个库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load 具体去 怎么实现的 这个load 呢 我看到它 会调用一个dropen 这个dropen 什么意思呢 这里有一个说明 看一下 它就是打开一个动态连接库 并返回动态连接库的具比 我们知道我们 在上一步 通过在不同的 两个路径下面 找相应的一个 根据配置 会找到一个动态连接库 这里呢 就是把那个动态连接库给打开 在打开这个动态连接库呢 对应了一个drsym 就是获取 还有moduleinfo 这个结构体的一个地址 我们看到它传进来了两个参数 一个handle 一个symbol 一个sym 这个sym呢 是一个图片 就是对应的 这里的一个hmi 我们在这里定义的 也是在hardware.c里面定义的一个hmi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drsym 它呢 就是根据动态连接库的一个操作机柄和symbol 返回这个符号 也就是symbol 对应的一个地址 它呢 可以获取函数的地址 也可以获取变量的地址 handle呢 也就是我们通过dropen 打开中间的参业库 返回的一个指针 这个符号呢 就是我们要求获取的函数 或全局变量的名称 最终呢 它会返回一个 所指向我们 一个symbol 对应的函数 或者是变量的一个地址 我们使用 这个symbol呢 我们这里 对应 传的是一个hmi 也就是说 嗯 找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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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错 好 有错 然后在C里面 这个 dmsym 它会帮我们找到 在库里面 名字叫做HMI这个变量的地址 那这个HMI对应的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变量呢 我们这里 看基本架构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说明 每一个硬件模块都必须有一个数据的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呢 名字叫做HelkModuleInfoSYM 这个我们刚才看了 它是一个红定义 它最终就是一个 定义的就是一个HMI 看到 它也是一个HMI 那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的HMI呢 是对应了一个 HardwareModuleT 这样一个类型的结构体 那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HardwareGateModule 最终是把一个HardwareModuleT 这个数据结构的地址给我们返回 在这里呢 其实是对应着我们扩充之后的一个 CameraModuleT它的一个地址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Camera Service第一次背影音的时候 它会调用HW GateModule来 做了两个动作 第一个呢 它是加载一个酷 也就是我们硬件厂商所写的 还有的一个酷文件 第二步呢 它会获取 Camera ModuleT 这个一个实例 它的一个地址